北京时间10月6日凌晨3点,英超第八轮布莱顿主场迎战希罕姆莲,比赛进行到25分钟。 是由布莱顿的木梅打入一球,布莱顿已比林希罕姆莲,尽管整场比赛希罕姆莲都保持绝对控球率,但是还是始终无法攻破布莱顿的大门。 直到比赛结束比分也没有发生变化,但在比赛中却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,这起事件发生在这场比赛的后期。 当时希罕姆莲正在阿梅克斯球场算力追赶着比分,但是比赛突然被裁判打断,当时球员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原来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,性爱玩具被球迷扔到了球场上,这不是北周球迷扔到球场上的唯一一体,但扔这样的东西还真是蛮特别的。 通过精彩的照片显示,裁判走到守门员面前,尴尬地拿起了性玩具,然后他迅速走向底线,并把他扔出了底线,以使比赛再次进行。 我相信当时裁判的内心一定是绝望的,看看裁判的表情就能得知,我是谁,我在哪儿,我在做什么。 短暂的中断对新汉姆连并没有任何帮助,最终他们还是一比零惨败给了布莱顿。 周三,国际米兰在冠军被战胜艾获奔的比赛,也因类似的世界而而然失色,但这次突然闯入的东西是一瓶脱皮酒。 这一瓶脱皮酒被球迷扔给了国民中套马特奥玻利塔诺,足够让人吃惊的就是,玻利塔诺在半空中成功地抓住了杯子。 尽管他当时没有喝剩下的啤酒,但他还是及时处理,掉了这个令人不快滴东西,不得不说还是十分佩服外国人能这么开放的,还能这么有想象力。 你说扔什么不好,扔个这种东西,场上可是二十多条汉子啊,他们就算在闲得无聊,这东西他们也没法用事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